感谢天师的 先是我们线上的各位前显 能言经因为后学个人的因素 等于是停了一个月 那我们就先来回顾一下 在上一堂课的尾声 我们到底提到了哪一些的人眼间的内容 在提那些内容之前 先让各位前显去回想一下 我们曾经在第一册里面 读过一段经文 叫做毁昧为空 空毁暗中 结暗为色 这十二个字就是告诉我们 真如自信里面 本来无一物 一尘不染 一念不深 一法不利 但是因为我们在不自觉的一念妄动之下 所以将我们灵明的真如自信 从真空就转变为顽空 所以我们透过这样的一个转变的方式 古德就在经书告诉我们 一切尽都是由我们这颗心所变现出来的 所以我们透过这十二个字就给了我们一个肯定的答案 换句话说 不仅仅是你我的这四大的假核之体 是一个无名妄动的产物 乃至于外面的气势间 我们所生存 所寄托的这些山河大地 也都是我们妙明真心当中的产物 这是我们在研究大圣起信论 一开始就开宗明义跟各位前贤有提过 什么叫大圣佛法 大圣佛法就是告诉我们 一切法从心想生 那这一段的过程 在大圣起信论里面 也就是阿赖耶士的三细相 三细相里面一念的妄动是无名夜相 然后转灵灵的空性为顽空 这个叫做现象 在本来无一物当中就出现了一个我的存在 有了我以后就必然有相对的 唯我所有的境会现前 那个叫做相分 所以我们如果还记得第一册里面 释迦牟尼佛跟阿难的这一段对话 我们再回想起 在地大当中 他最后一段经文就是告诉我们 凡所有有相的东西 你透过不断的一个分析 分到最后 就看不见他的色相 佛法里面称之为 灵虚尘 看不见他色相的存在 称之为空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 色相可以解析到后面 成为顽空 那我如果要有色相的存在 是不是就把这么多的空把它集合在一起 就可以成为一个色相呢 因为空是由色相解析而成 所以我把空合在一起 大空小空的容纳在一起了 他就会变成色相吗 那各位前嫌 当然不可能 甚至我们可以这样说 色相解析到 灵虚尘这么微小的单位 他是接近于虚空 他也不是真正的空 只是那个色相 不是你我的肉眼能见 此外 空的东西 不论他是大是小 是多还是少 他就算是合在一起 也还只是一个虚空 不可能合空 就会成为色 所以西色入空 他只是一个方便的解说 真正的源头 既然是一念无明的妄动 才会结案为色 所以一切色法都是虚妄的 无明本来就不是真实有 所以无明所献出的产物 当体即空 换句话说 即便他幻化出那些虚妄的像 他也没有独立的自信 所以当处生 随处面 他不存在的 此外 我们透过分析的方法 解析所有的色相 最后接近于空 那这个空 也不是我们真如自信里面 本来有的一个真空 所以如果我们认为 一切的空 都是透过色法解析出来 那各位前显 这样的一个认知 就表示离见性 还有很遥远的一段距离 因为我们所谓的灵虚尘 他虽然接济虚空 但他不是虚空 而且即便他是空 也不是我们真如自信 所谓的一个真空 此外还要提供各位前显 一个观念 虚空其实是相对应色法 而立的另外一个名称 然而虚空本身也是色法之一 色法是有像的 虚空是没有像的一个色法 称之为不被色法遮蔽的空间 都叫做虚空 这些的观念我们有了以后 我们再进入到今天的经文 就这接续上一段经文 佛陀提到了地大之后 然后紧接着讲 辱缘不知 如来藏中信色真空 信空真色 清净本然 周辩法迹 这个辱就是指阿难尊者 缘就是本来 阿难你不了解 在你的真如自信里面 信色真空 信空真色 在解释这八个字之前 我们先来看一看 什么叫做如来藏 那世间一切的万有 一切色法的本体 乃至于精神 心法的一个本体 其实就是如来藏心 刚刚讲 毁昧为空 空毁暗中 结暗为色 对不对 那虽然是无名的产物 但是无名是依真心而有的 而这个如来藏 也就是真心的另外一个名称 当我们在提如来藏的时候 它就是包含了体跟用两种 那什么叫做如 如就是不变的意思 不变的一定是指 你我的真如本性离体 虽然不变 但随缘 随缘什么叫做缘 缘就是业力 九法界的众生 各有各的缘 各有各的业 不论你处在 所谓的等觉 或者处在地狱道的众生 我们的真如离体 是胜不增 凡不减 这个称之为如 那来呢 来就是不变随缘 刚刚讲嘛 你在不同的一个境界当中 你可以随着当时的境 而产生不同的用 那这个缘就是我们讲的 你刚刚讲九法界众生 不同的位次 那个智慧不一样 所以虽然都是由真如所起的用 但是用被无名覆盖的多寡 就彰显它的功能 它就有一些的所谓的缺失了 所以藏是谈 这个真如自信里面 含藏了一切万法 那我们在经书上提到 如来藏这三个字的时候 它分为在禅跟初禅 所谓的在禅的如来藏 是指你我位于众生位的这个位阶 我们的真如自信 被无名被烦恼给缠辅给遮盖 它不能够显现它的一个大用 这个叫做在禅如来藏 我们的真如自信都被藏起来了 因为无名的覆盖 它不能显现这个称之为藏了 初禅就是指佛菩萨的位阶 他们灭了无名 就能够将真如自信的得用 完全挥发于外 这是就如来藏三个字 先跟各位前贤做一个解说 那透过这一段地大的经文 我们再来去想 我们众生迷雾的一个关键 我们有六道轮回生死 还有四圣法界位置的高低 它的关键在哪里 关键就在于四科其大 四科就是我们在第二册的经文 一开始的时候 不是有提到吗 五蕴六入十二处十八戒 这个称之为四科 所以这四科你把它总刮起来而言 没有离开色法跟心法 色法是指物质现象 你看五蕴的一开始就是讲色 受想行事 那个叫做心法 心法也就是精神的一个状态 所以这个从六入到十八戒 都是我们真如自信 妙真如性的一个显法 所以谈到心法 再跟各位前嫌去剖析一下 也就是我们的主观的认识 主观的认识从哪里来 从见分而来 在本来无一物当中 因为一念的心动 创造出了一个虚拟的我 那个叫做见分 然后色法呢 色法就是从那个虚拟的我 它相对应的那个相分 那就是那个见分所产生的 认识的一个对象 所以心法跟色法 就是能认识跟所认识 有了能跟所以后 我们在我们周遭的环境里面 一切的具体的事项 人事物统含在内 我们就凭借着自己的主观的认识 我们有了坚固的执着 有了执着就有取舍之分 于是就让自己陷落在 迷味当中而难以自拔 所以我们一直在谈 你我都是走修行路的人 所谓的修行 就是教会我们能够掌控自己的心态 你不要被你周遭的事物所左右 我们见人不好 我们见事不好 我们见自己想要的东西 我们得不到 我们的情绪 我们的心灵 就会有显著的一个高低起伏的变化 所以什么时候我们开始能够慢慢去掌控自己的心态 不被进转的时候 其实在那一刻我们才是进入到觉悟的一个状态 这个觉悟就是你刚刚开始要起步修了 所以修行绝对不要很盲目的定位在我多行一些外公的事情上面 这个就叫做修行 不对 修行是你能够先掌控自己的心 既然一切法重新享生 善法恶法都有新生 我如果能够做自己的主人 让我的心不起恶念不造作恶业 你所有做的一切事情自然都是与人广结善缘 他都有无量的一个功德 所以学到要先学会做自己的主人 那问题谁是我们的主人 在现实生活当中各位请贤 色法是我们的主人 所以我们口中高喊要独立 可是我们却被自己所贪求的种种的物质 给绑得动弹不得 我们爱钱我们爱民我们爱什么爱情 我们对于这些东西都有很多的一个黏着 情一定是对人而生对物而生 所以我才说在现实生活 如果不走修行的路 我们都是物质的一个奴才 物质是主人 然后你我就从万物之灵 变成为五斗米折腰的典型的反复 所以在经书 很多经书都在谈四大 四大就是一切色法的组成元素 那为什么称它为大 这个大字就隐含着体性圆容周遍一切处 前面不是说吗 六入十二处十八戒 本是妙真如性 它的体性都是我们的真如 所以在经书有提到四大五大六大 而在人言经的时候 它有一个特别的说法 也就是七大 七大就隐含了地水火风空事件 在上一堂课我们提的是地大 那谈到水火风的时候 它有很多文词的解释都是雷同的 那后学就不要再去多解说 所以我们在地大这边 如果能够了解的清楚 后面一些经文 我们就可以读诵过 因为你已经有认识了 那特别要讲的就是 空大、世大以及剑大 特别是这边的剑 剑不是指能力 能力的功能是属于 世的那个范围 这个世就是属于世音 所以七大里面的剑 指的是六根的根性 根性就是剑性 六根的主人 就是我们的真如自信 过去我们不是有说吗 源以一经名分作六合合 一个真如自信 然后落在眼耳鼻舌身 它就会有产生不同的 剑文绝肠秀之的一个功能 所以剑是就是指 我们的如来葬性 那七大它的特色是什么 这边是简略的跟各位前贤做一个解说 第一大就是谈 坚韧 在我们色身肉体 指的就是我们的骨头 如果没有骨头在那边支撑 各位前贤 这个血肉之躯就没有办法站立 行住坐卧的功能就不能够行住以外 火大是谈的暖 一个人如果全身冰冷 那就是代表它已经死去了 身上没有暖气了 水大是代表湿性 放在你我的身上 就是我们的血液 还有我们的鼻涕 眼泪 这些水分的东西 风大代表的就是动 我们有四肢百害 我们就会行动自如 在动的过程里面 它就会产生锋利的一个作用 那空大是表示无碍 见大刚刚讲的 就是六根的觉知之性 也就是你我的真如 世大就是了别 那不论谈四五六七 谈的范围有多广 它都代表这些东西 没有独立的实性 都是我们真如自信 在处境的时候 所衍生出来的东西 所以人言经一开始 就教我们要舍世用根 用根就是教我们用真如自信 世就是那个会了别的 那个虚妄的东西 如果用根性的时候 它是第一面 如果用世心 它是第二面 那第一面跟第二面的差别在哪里 当我们在第一次接触到外境的人事物的时候 我们第一个感觉是不落分别 就很像我们站在镜子的前面 镜子很真实的映射出我们所有的一个长相 它没有做分别 这个时候它就是我们的根的作用 也就是我们真如自信 它的映照的一个功能 但是当你有第二面的时候 那个就叫做是 是就是一个攀缘心 因为第二面起来会有分别 我们见到某一个东西 这个人是谁 然后他对我好对我坏 这个好坏的前程往事 一浮在自己的心里面 你对这个人当时就起了那种爱正取舍之心了 你就会有情绪的作用 所以第二面就是有感觉 这一有感觉你就会什么 你就会心动 一心动的时候 各位前贤 他就种下了六道分段生死轮回的一个什么 一个恶因 所以我们学到就是让我们在不间断的学习之下 我们慢慢的能够很自觉的 在一切时一切处都能够保有自己没有分别的第一面 所以你看我们在求道的那一刻 典传师就已经告诉我们修行的方法 这个修行的方法放在佛经释迦牟尼佛所说 从凡福地起修一直到成佛 你都是依着这个方法逐步前进的 那典传师到底念了什么话 就已经告诉我们耳后修行的一个工具呢 我们求道的时候不是有听到吗 耳目要回光一点真太阳 十条大院告诉我们 求道以后你要时时刻刻在一切处一切时 回光返照 唤醒你的自信做主 而不要让自己的真心受旺性的一个覆盖 它不能显发作用 所以我们读经是要教会前显 我们有更深刻的对于一贯道的一个认识 我们认识的越清楚 我们会肯定自己大道的尊贵 在不费吹灰之力之下 我们就拥有了 你就有这样的一个认知 就不会读佛经 赞叹佛陀的智慧如大海 然后就改变自己的身份 也不会读道德经 赞叹老子的那种形而上之学 你又转变了自己的身份 因为你很清楚 各教圣人来到人世间 他们所讲的 不论在任何一个时间空间之下 内容物只有一个 那就是找回你我的真心 所以如来藏宗信色真空 信空真色 我们接着看这一段经文里面 什么叫做信色 信色指的就是 你我自信本来具足之色 我们不是常讲 我们的真如自信无形无相吗 那个无形无相就是我们的本具的一个色 所以这个色就是真空 然后这个色 这个真空才是一个真正不变的色 这样能够理解吗 什么叫做信色 什么叫做真色 信跟真两个字 代表的就是真如自信的离体 刚刚已经提过 一切色法心法的源头 就是我们的真如自信 然后周片法界 就是真如自信 它可以随境的一个变化 起不同的一个用 它遍一切出往 那信空真色 何而解释 信中本具的色相 就是真空 那为什么要讲这句话 因为在解地大的前文的时候 阿难有问释迦牟尼佛吗 这个有相的色 它透过不断的一个解析 就会变成空 那信色真空是告诉我们 我们的真如自信 它本来就是空 它不是透过不间断的解析 分析之后 它才呈现现在的这个空 这个解析出来的空 叫做顽空 顽虚空 本来就空的 这个叫做真空 所以信色真空 信空真色 就是告诉我们 信聚的那个空 它是你真正 该有的那个相貌 那个色法 那个色也不是 把很多的空 合在一起 就形成的一个色法 不是 那个空就是你离体 本来有的一个什么 一个相貌 然后我们的第二个说法 就是真如自信 它既然是真空 一法不利 叫做信空 但是在这个真空的状态里面 它又具备了 具备了所有的万善美德 也就是我们在读三系六出的时候 有提到了如实不空的一个德性 所以信色真空 信空真色 这个就是点出了 我们当初刚求到进入道场 前辈者常跟我们提到四个字 叫做真空妙有 真空就是信色真空 你的真如自信 本来空 不需要透过解析才空 妙有就是 你的真如自信 所起的一切用 那才是你真体里面 你可以看到的一个相 所以体是不见的 你如果要见那个相的时候 各位前显 它是一定会透过用 才能够显现出来 有用必然有相 所以有相你才能够透过眼耳鼻舌声 去察觉出来 所以才会讲 谈到如来藏测三个字 它是包含了体 体就是理 包含了用 用就是事 所以体用不二 就是用 就是讲这个理 跟所谓的事 理事不二的意思 人如果真的能够用自己的自信 去发号司令 我们的一切作为 必然是从心所欲 但绝不预举 不预举就是 不会因为一己错误的思维 我们说出 做出 乃至于动念 想要去伤害到别人 所以真色 是真者不虚 如果我们再要白话去解释 率性之味道 透过真如自信 显现以外的一切的得用 那是真如自信的真色 所以所有见性之人 他见一切相的时候 他都是实相 而我们过去讲 相望性真 相是因缘合合而有 但是 所有虚妄的相 必然是依着真如 才能够起那个妙用 才能够有那个相显发于外的 所以才会说 见相见性 那这个真如自信的真空妙有 那个妙有是怎么样显现呢 随众生性 应所知量 刚刚提到 随缘不变 不变随缘 那个缘就是 我们众生的一个所谓的业力 你照做出来一个结果 体既然周遍一切的离法界 宇宙万有 无一物可以离开道吗 那体周遍法界 用就一定周遍是法界 天为天理 地为地理 事为事理 物为物理 各位前贤 这些都是事法界 那在事法界里面 我们所做的事情 到底有没有称性 有没有合于我们的真如理体 在九法界当中 他就依着众生的根性不同 众生心的心 就代表我们的根性 根性就是 我们累劫的染污有多重 我们累积的积修有多少 如果你修得越好 那当然就是一个立根气的人 立根气最容易显现于外的就是智慧 所以所之量 它隐含了一个意思 它那个量就是指智慧的 随着你众生的根气的不同 它智慧被无名染灼就有轻重的不同 所以这个叫我们说 从平等法当中 从平等性当中 它会起差别之相 所以不是真如自信的体有差别 而是因为被无名覆盖 体不动 但是用则随缘 所以我们透过 随众生心应所之量 这一句话 它又是不间断的在提醒我们 三界无别法 为是一心动念 所以才讲 心动了 心一动 你就埋下了六道轮回 分断生死的一个恶因 因为你是对静而起的心 静变你的心就变 心一变 你的爱恨情仇的那种 所谓的精神状态 也会跟着变 所以变得越快的 各位前嫌 它成轮的位置就越深 所以我们运用三宝心法 就是要教我们无事不起念 而要进入三宝心法之前 你可以透过一个前置的功夫 这个前置的功夫就是诵经 原本引导大家诵经 除了可以仰赖诸佛如来的 微神力 让我们能够有一些事情 可以心想事成 但是对一个学道的人而言 三宝心法最重要的功能 是教我们要能沉淀情绪 可是三宝心法 它是属于默念 所以我们很容易在不知不觉当中 那个念头已经中断了 但是浑然不自觉 所以我们透过一个有向的文字的金本 我们逐字逐句的诵念 在诵念的过程里面 我们心中断的几次是显而易见的 透过这样二十分钟三十分钟的置心一处 然后我们再用三宝心法的锻炼 它就轻而易举了 所以修炼三宝心法 跟诵经有同样的一个意义 特别是诵经 是透过自立而达到利他 所以我们的真心 如果不随着静 而随便的起心动念 各位前显 你自然而然就不会造作出一些 伤天害理的事情 也就是不会谋异己之思 我们违背了自己的良心本性 可是我们还是凡夫弟的一个众生 很容易被境界给熏悉 所以求道以后 前辈者才告诉我们 你要三不离 三不离是教我们 敬诸者赤啊 人在社会这个大染纲 很容易敬没者黑 后学昨天晚上接到一个其他主线的道亲 给后学的电话 后学听了以后 有几分的懊恼 也有几分的心 心痛啊 懊恼的是什么 很显而易见 他所发问的问题 代表他的那个点传师 方向已经有偏了 他问了后学一个很简单的问题 我们在半道的时候 可以因为事情很紧急 我们就不用请谈吗 不用点佛灯吗 还是说 因为这个人的修养很好 德性很大 所以他不需要点佛灯 他就有足够的能力 去传三宝心法 他问后学这个问题 我就知道 有问题了 后学就跟他讲 大概在15年前 这个情况就曾经在某些道场出现过 后学认识的一位电传师 就是做这样的事情 十多年后 他知道错了 他要回头了 但是前辈者已经归空了 所以没有人可以给他去做主 那为什么这样错误的事情 总是一而再 再而三的会出现呢 可怜的是那些小后学 没有人可以发问 没有人可以依靠 想到这一点 我们献上所有的钱贤 你要感恩 我们如果遇到事情 远的由我们柯大侠 近的由我们现在的前人 可以给我们做一个良好的判断 这个就是累生在修行的路上 你积的善缘 积了这些善缘 就容易让我们不会被外面一些似是而非的言论给误导 我们最后五十成到四十罪走偏方向 这是让后学听到以后又气又心痛的感觉 当然气跟痛都是人心的作用 可是我也很坦然的认知 也就是我位在凡夫地 听到有人破坏道场的一个 和合 用一些错误的观念 把道清引入到一个完全错误的方向 总是让后学会感觉出 诸天先佛的那种悲凉 他们没有生可以告诉我们 那个是错的 所以前贤们 最后修行的考验是来自于智慧考 智慧考是要靠自己的 一求道就告诉我们要三不离 就是帮我们能够奠定足够的判别对错 是非善恶的一个能力 有了这个能力 我们自然就会想要接触善之事 欲禁缘就有禁用 我们慢慢累结基修 早晚就能够出离六道 迈入四圣法界的一个行列 如果没有足够的智慧 好坏不能分别 我们就容易每况愈下 为什么 因为在没有简别的能力之下 我们很容易遇染源而不自觉 于是被恶之事的一个熏悉 我们就日渐沉沦了 到最后可能连做人的资格都保不住 所以随众身心应所知量的量 就是代表智慧 而智慧跟我们的亲近心是成正比的 一个人的心染污的越少 名利淡化的多 情爱淡化的多 这个叫做染污少 染污少 你的智慧就越高 染污如果越重呢 钱也舍不掉 名也抛不开 情更是把它抱得紧紧的 这个染污如此之重 那个智慧就不能显现于外 没有智慧 判别是分的能力 就大幅的下降 下降啊 就如同你在门缝往外去看 你能看的是有限的 所以在佛经常讲一句话 叫做心包太虚 亮周法界 佛陀的根气力啊 能够包太虚啊 那是代表清静啊 心的清静 所以他的智慧就无所不在了 这个叫做亮周法界 所以寻业发现 这个业就是刚刚讲的圆 随缘不变 不变随缘 你的业力 我们的智慧展现了多少 随着我们的业力而有差别 实法界的友情众生 业力都不一样 当然这个实法界就包含了佛法界 一般有一些古德讲 只把它列九法界到等觉而已 但是也有古德把它列为实法界 代表什么 佛的修行达到究竟圆满的时候 他所献的那个一正二报就不一样 佛在长极光净土嘛 对不对 那些那些的一个净的一个美好 我们在读经的时候都已经读到了 所以实法界众生 你的智慧 还有我们所处的生存的环境 他之所以不一样 都是依循着我们过去生的业力 所感召而来的 所以你怪得了谁 我们的长相 我们的身高 我们的胖瘦美丑 我们的智慧 我们物质环境的充沛与否 乃至于我们生理的健康与否 各位前贤 都是自作自受 半点都不是别人给的 父母不过是提供了父亲母血和和的一个住缘罢了 所以这个寻业就是刚刚讲的寻静缘 我们就可以得到我们出世间的四圣法界的静妙之色 或者寻静缘 我们可以在六界之内 人天之间我们也有一个好的一个长相 也有一个智慧 然后也有一个美好的生存的环境 当然所谓的这个美好与否 它是在对比之下 它就会显现差别 那如果寻染源呢 各位前贤 最可怕的就是堕落到 所谓的三恶道里面 那这个四恶就是谈的阿修罗道包含在内 所以如果没有智慧 如同后学刚刚所讲的那一位前贤的遭遇 各位前贤 那是让我们听到之后有感恩的心 感恩你我都在一个强大的保护伞子下 安然走人生修道的路 也会让我们觉得心痛 因为我们还有那么多的异母之子 异师之徒 因为没有了前辈者的一个照顾 他们在修行的路上倍感艰辛的 所以有感恩的心 我们就要有什么 有一个慈悲的行为 也就是如果我们有能力 我们一定要尽可能的去弘扬一些正确的修行的观念 帮助自己也帮助别人 所以我们在学到的过程 在智慧没有完全开显于外之前 你最老实最安全的做法就是持戒 我诸我莫作 我不造恶 我就不用承受那个恶果 恶果就是我们的色身 然后谈四大甲合肢体的色身由来 又回到一开始所讲的 身从夜深 身口意 三夜的造作 而有色身的不同 然后夜从哪里来 从一念不觉得心动而来 所以我们所以会有过去 现在未来 这种时间空间 不断的一个轮转 起源就是不懂得射心移除 不懂得收心 就随意的让外面的境界风撼动我们的内在 最后所产生的后果 就超出你我的想象之外 那在四十九页的经文里面 第二行有一个错字 请各位情贤 您直接把它改过来 他说世间无知 或为因缘 及自然性 这是谈六入十二处十八戒 七大里面的地大 很多人都把它认为是因缘深 或者像外道讲的 本来就有啊 本来就如此 你不知道这些都是世心 世心就是我们讲七大里面的那个是 分别嫉妒啊 妄心的一个变化 所产生的分别计较 但有言说都无实信 那个叫做方便说 你不能把方便说当作是真实说啊 那真实是什么 真实是是一切万法 色法心法的本体 是我们的真实是我们的真理 所以后面又接着举 七大的第二大 叫做火大 他说阿难 火性无我 祭于读于读缘 然后乳观 尘中未时之家 欲吹窜时 守直阳碎 日前求火 这是谈煮饭的时候 佛陀叫阿难从现象界里面去窥知 一切法到底是因缘生 还是依着我们真如自信为体的 你看到了傍晚时间 家家户户准备煮晚餐了 手里拿着阳碎 阳碎就是古代的取火的一个镜子 在我们中国历史上 它是西周时候发明的 这个镜子可以透过在照射太阳光的时候 然后再把它折射出去 作为一个点燃的一个工具 跟钻木取火不太一样 这个我们应该可以了解 像现在的玻璃镜 那个光线把它折射出去 如果一直在正午时间 就会让一些比较薄的那些纸片 纸穴木片 它就会起火燃烧 那相较于我们现在 用电磁炉 用瓦斯炉 那真的是很难去做一个比较的 可是各位情形 我们如果现实生活里面 不要仰赖这么多的一些的科学工具 带来的便利 也就没有所谓的通货膨胀的危机了 通货膨胀是能源危机带来的 当然我不是说大家都要回到上古时代 而是让我们去回想 落后的国度也没有不好 可是悲哀的是 落后的国度没有这么多的能源 他们没有去创造这些染污 到最后气候变迁 带来灾害的时候 各位前显 都是由这些落后的族群在承受的 前两天我看到新闻报道 提到巴基斯坦 巴基斯坦是一个很大的人口很多的国家 这个国家所有制造出来的染污 就是废弃不到一% 那是为乎其为的 可是当这个整个环境 受到这些气候变迁带来的影响的时候 那些的干旱水灾 却在这么一个不是制造染污的国家里面 产生了相当大的一个杀伤力 你看这公平吗 但是如果你要说 没有那个前因不会降生到这个国度 那当然就站在因果的角度来讲 它是平等的 可是照现象界而言 我们在享受生活的便利 在滥用能源 在制造染污的时候 我们集共同之力 对整个地球造成的伤害 由谁在承担这份责任 由那些无辜的人 那真的是我不杀伯仁 伯仁因我而死 所以即便我们在学到 我们在接到欢喜班 不是也有一堂课 提醒我们要去注重 环境的环保的一个资源爱护吗 所以阿难 他说所谓的合合两个字 它代表的意思 就像今天我跟你们与会的一千两百五十个随行众 我们聚在一起称为一众 虽然是一众 但是节其根本各个有生 各有所生 世主名字 虽然我们是一个团体 我们现在开这一场法会 他称之为一 但是我们探究他的根本 所有在法会上面出现的人 各有各的姓氏名字 各有自己独立的身体 比如摄利佛 他是婆罗蒙种 幽罗平罗 加色播种 还有阿难 取谈种性的 也就是在一个合合的团体之下 他还有个人的身体 名字 还有你的种性的一个区别 他说阿难 若此火性应何何有 如果你说 这个火是因为 众元的一个配合 而产生出来的 那匕首之境 于日求何 求火 你手上拿的那个镜子 照着太阳 然后透过阳光的折射 去点燃一些东西吗 那我要问的是 此火唯从镜中而出 唯从爱出 唯于日来 那到底这个能够 点燃东西的火性 是从你手上拿的那个镜子而来 还是从旁边那一堆草所生出来 爱就是爱草 他很容易点燃 还是说是从太阳那边过来的 然后接着佛陀就开始破 火性不是因缘何何之物 他就讲阿难 若日来者 若你说这个能点燃物品的火 是从太阳而来 这个从太阳而来的火 自能烧如手中之爱 他如果能够烧你手上 所拿的那个爱草 那么来处灵木皆因受粉 太阳是从天上 晒到你所站立的位置 它能够燃烧你手中所握的草 那太阳光一路的照射过程 从天上到地面 它有很多的树木 那这些树木也应该被点燃 那现在只有你手中的爱草被点燃 显然而见 这个火不从太阳而来 那退而求其自 若镜中出 那是不是火是从你手上拿的 那个镜子所出来的呢 如果从镜子里面出来 自能于镜出燃于爱 它从镜子出来燃烧了你手中的爱草 镜和不容 为何那个镜子本身没有被溶解呢 火从里面出来 镜子就应该先被溶解啊 然后 甚至我们可以说 你手上拿的那个镜子 可是镜子能出火 那个火你在握着它的时候 你尚且没有热的感觉 它又怎么有能力去溶解那个镜子呢 它是用这两个角度告诉阿难 这个火既不从太阳出 也不是从镜子里面出来 从镜子出来 你握镜子的手 应该就会感觉到有温度啊 那是不是从爱草出来呢 他说若生于爱 何界日静 光明相接 然后火生 火如果是从爱草而生 爱草本身随时随地都有 它随时随地可以自然 它就不需要借着太阳光 也不需要借着镜子的折射 它才能够着火啊 但是明明在傍晚 这个在下午这个要煮饭的时候 大家手上都要拿着镜子 然后手上还要拿着爱草 透过阳光下面才能够产生一个起火的作用啊 这是我们觉得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 我们继续看佛怎么讲 佛讲 这三者所处的这三者所处的空间都不一样啊 那火从哪一方开始跑过来的 各位前线从哪里来 那这边是在解释 解释和和的东西 它一定要在一起啊 处在一处的时候 它才能够产生和和的作用啊 就譬如讲 后学拿了一个蓝色的墨汁 然后我们李讲师拿着一瓶这个红色的墨汁 我在北部 它在南部 你要让这两个不同颜色的这个液体产生和和 不可能的嘛 因为它不在一处嘛 所以日进相遥 非和非和 太阳跟镜子距离的这么遥远 一在天一在你手 它不是和和而有 它既非和和而有 不因火光无从自有 无从自有就是没有任何原因啊 它本来就存在啊 这个就是在前面第二册一开始经文讲的 六根十二入十八戒 乃至于七大 本非因缘非自然生 都是我们的真如葬性里面 所变现出来的东西啊 所以后学在这边补充了和和两个字的意思 那到底透过这样解说 我们就产生疑问 过去都讲 凡所有相皆是因缘和和而有 这个显而易见的这三者就是和和 那现在如果把这个因缘生的观念也打破了 那到底是怎么来 这边就所谓的俗地理跟真地理 它有两个不同角度啊 所谓的俗地理就是我们讲的镜子爱草玉光这三者和和而生 它是因缘生法 这个方便我们大家了解 那如果在波罗经里面 它是谈第一异地的 谈真地的 它就是告诉我们 因缘和和的东西 和和出来的是相啊 那个是虚妄的 可是这些相 它是依于什么 依于性 所以因缘生法 缘起性空 我们过去在很多经书都读到这一句话 这个缘起性空 这四个字 就跟万法皆空的 空字的意思一样 因缘生法 缘起性空 是说第一个 浅层来讲 诸法无自信啊 仗因拖元而有 性空就是 它没有独立的字体 它是因缘和和而生 就如同我们讲万法皆空 因缘和和之物 缘起则有 缘灭则无 必尽空无所得 那个万法皆空的 第一层的意思 跟缘起性空 浅收的意思是一样 但是它还有深一层的意思 缘起性空 就是所有这些因缘法 它也不是从外来 它所依的体是什么 就是我们的真如自信 你我的如来藏心 那佛陀 那佛陀为什么过去要讲 那个俗地理要讲因缘法 是因为佛陀应运的时候 印度有96种外道 然后有一些外道 他就是认为 一切法自然而有的 你不用探讨 他本来就有 佛陀为了破除这些外道的邪说 他才讲出诸法因缘生的一个什么 一个观念 所以凡夫刚开始起修的时候 佛陀就用这样因缘法去引导学道的人 让他容易看破放下 不再执着于一切的设法 你没有设法的干扰 你的心态就处于一个平和的状态当中 但是那一刻我们刚开始学道的时候 听到佛开口讲了 我们就奉为圣旨 认为所有的法都是因缘所生法 这就是为什么从第一侧 一直到现在进入到第二侧 经卷第三卷的时候 阿娜还是不了解 明明你以前讲就是因缘法 为什么现在不是了 那是因为你过去只想 出离六道轮回 所以只要对劲不动心 那个道理就够你用的了 你如果了解一切法 是障因拖延而有 你带不走 你就容易看破放下 但是你阿难跟与会大众 现在想要回想孝大 想要跟佛一样达于无云涅槃的境界 那你就必须去了解 诸法缘起的源头在哪里 是我们真理自信 一念不觉心动之下 他所蒙生的一个产物 所以路由不知 如来藏中信火正空 信空正火 清静本然周遍法界 这个火大也是你藏性当中 本来就有的一个东西 他本来具足这个功能 待会在下一堂课后学会把七大 在我们自信里面代表的含义略为的从不同角度跟各位前嫌去解析 免得大家会认为我们的真如自信里面还有一把火吗 那我们就剩下在下一堂课再继续 现在时间到了 谢谢大家 所以我们透过释迦牟尼佛讲的七大里面 我们进入到了火大 佛陀就问这个阿难尊者 从现实生活当中 家家户户都要用的火来谈起 他到底是从何而来 那当然就是我们很耳熟能详的那四个字 他是因缘合合的向往 但是信真 也就是离体没有离开我们的如来藏性 所以佛陀就讲 乳由不知如来藏中 信火真空 信空真火 清静本然周遍法界 那这边的火就是代表我们的真如自信里面 本来就具足的得用 如果我们完完全全 我们没有受到外在环境的染污的时候 顺着我们真如自信 这个火大所产生的效果就是我们能够循规道具 因为真如自信无我 所以你做出的任何一件事情都不可能为了谋求一己之私而去伤害到别人 所以如果人人都能回归到本性自信界 他就不需要外在任何戒律乃至于法律的一个法律的束缚 他就人人都可以回到上古的太平盛世 但是显而易见的 以目前的状况来讲 那个就是一个很理想的乌托邦的境界 目前做不到 那做不到的时候 我们管不了别人 我们来管我们自己 我们在任何角色的扮演上面 承担起我们应付的责任 而不要只想全力 这个就能够符合火性所要代表的一个含义 所以随众身心应所致亮 那这个已经在前面都已经解说过 你的智慧的展现多少 就跟你根气的利盾有直接的一个关联 所以阿难 当之世间人一处直径一处可生 这边是谈藏性有随缘之用 所以一个人站在一个地方 拿着镜子对着太阳握着艾草 就会透过这样的三者的一个结合 他就有一处火生 就会一个地方就会有火的产生 骗法戒指满世间起 起骗世间宁有方所 那如果骗法戒的众生都在直径起火 那满世间都是火 它起有一个固定的地方 因缘法是有和和的 和和的东西它一定有一个处所 所以这边是在破你的因缘法 这个火起的地方它起有一定呢 那这边的火是什么 我们就引申为夜火 每一个人造作不同的恶业善业 那那把火点起来的时候 就会产生烧伤自己 或者带给自己光明的一个作用 所以我们可以把七大 引申在不同的地方 做一个合适的解释 终归没有离开 是我们真如自信的一个得用 所以寻夜发现 我们做的是有漏还是无漏的 身口意的行为 我们就会献出始法界 不同的正报依报的环境 但是世间无知或为因缘 这个无知就是谈九法界的众生 为什么 因为九法界的众生 乃至于等觉菩萨 还有一品生相无名没有破除 所以都涵盖在有学的范围之内 或为因缘及自然性 把这个认为 这些火是本来有的 皆是世心分别嫉妒 但有缘缩都无实意 那透过这段经文 就可以知道 刚刚后学在116 抛破的打的那个字是错的 应该解释为都无实意 没有实际的意思 所以我们如果随静缘 我们可以往生四身法界 刚刚讲了 智慧就有不同了 我们有智慧火 我们可以照见五蕴皆空 度一切苦恶 你能够照破了多少 照得有多深 如果知道五蕴是因缘合合之物 你了解了 你看透了 放下了 最少就出所谓的分段生死 六道轮回 如果你知道五蕴之法都由一心所起 你了解的更为接近核心 你就可以往菩萨道 往佛的位置里面去迈进 所以我们体会到多少 代表我们的智慧有多深 我们能够去灭除的烦恼 证悟的空间就有多大 那如果一个人老是随着自己的意思 让那把无名火 时时刻刻在燃烧 自己不得做主呢 他就容易在身口意犯了诸般的错误 最后自作自受 那把无名火就把这个人 带往了三恶道去了 而在二十五圣原通章里面 就有记录到 巫除色魔尊者 他是一个淫欲心比较重的人 他就了悟到 原来这些淫欲心 也是从我真如自信里面 只是一念不觉所起的一个幻象 所以当他了解以后 他就淫欣顿灭 所以没有淫欲之火 而转为智慧火 就如同后学在信里疗法里面 我们谈到五行信里 里面有谈到金木水火土五行 谈到火的时候 他有分正面的跟负面的 正面叫做阳火 负面的叫做阴火 你看同样是火 阳火代表什么 你的行为光明磊落 你做事情通勤达理 态度就是千功和蔼 谨守着自己的本分 举止大方 考虑事情是无为不入的 看待事情 都有一个高瞻远瞩的角度 不会像小麻雀一样 只是看着眼前的那一粒米粒 就不肯抬起头来 所以阳火就代表你能够明磊 能够打死 你走在任何一个地方都能够悠然自得 这就是火大代表的意义 可是如果他是无名活呢 他没有智慧在里面去照明了 那这个人行诸于外的就是个性急躁 盘慕虚荣 夸张事实 然后对身外之物 久久不能忘怀 真名逐利 然后外面讲仁义说道德 肚子里面是一堆的坏水 所以见人过不见己过 但凡抓住别人的一个错误 我们就得理不饶人 吹毛求疵 善小便宜 然后黏着 好管闲事好管人 因为他觉得自己最聪明 偏偏这种人做事虎头蛇尾 所以各位前行 同样是一把火 阳火是你自信里面 伴来有的一个得用 那那个火因为被无名给覆盖住了 就从阳火转为阴火 那我们的个性就有如此负面多的 一个表现 所以这样子去解七大 可能各位前行会比较容易理解 而不会错认为 我们的内在有一把火 阿娜 水性不定 流习无痕 讲完了地大火大 接着讲水大 这个水大之性 也就是我们的真如自信 依着我们的真如自信为体 什么叫做流习 流就是在流动 习就是止住不动了 所以流的时候是代表什么呢 流的时候是代表他的那个智慧 是无所不在的 然后水性不变呢 不变就是说他随任何源的时候 纵然他会随着这个因缘 外在环境而有所变化 比如说我们用水来做代表 在平坦的地方跟凹洞的地方 水在流或者不流的时候 各位前行 那个水性是不变的 该流的时候能够流他就随缘去启用 该止的时候他就止 所以这边就是强调什么 强调他的一个用 而水性不定是缠他的一个体 在任何一个用之下 他的体是不变的 所以事来应事去习 就是在这一段经文是最好的一个比喻 如果真的真如自信在应事的时候 事情做完了 我们比较容易放下 严格来讲不是比较容易 而是理所当然 事情过了我们就放下 而我们在学到的过程里面 我们面对过去曾经犯的错误 透过检讨我们明白了 只要时刻叮吟自己 不要重蹈覆测即可 你也不需要一直把自己 往过去的那种情绪里面去推动 让我们自己常常有一个 忐忑不安愧疚的心 这也不是正确的修行方法 与其一直用过去来惩罚自己 倒不如激励自己 能够永远不二过 不在相同的地方犯同样的错 这样所带来的一个启示 不是更为正面吗 所以如释罗城 加皮罗仙及波头膜 赫萨多等诸大患事 这是举释罗法城里面 有一些外道 这些外道呢 他们求太阴晶用荷患药 他们是在半夜的时候不睡觉 然后呢 去祈求月亮里面能够的流出来的水 然后用这些水和了一些药粉 吃下去的时候 可以增加自己的神通 所以这些外道都有能力的 不要把这些外道当成魔道 你们看后面有一句话 寿皆八万劫 他能够到天上享天福八万劫 所以只是他的观念错 他并不曾去害到人 所以当时释罗法城的人 都称这些人为大仙 或者大患事 那我们现在来看 这个太阳 你们怎么会流出水来呢 这个就是一个神通的视线 世诸诗等于白月昼 白月昼就是指十五的月亮 每一个月都有十五 月亮又圆又亮 就跟白天的太阳一样 叫做白月昼 到了十五的晚上的时候 守直方珠沉月中水 方珠就有点类似于 要去取水的一个盘子 古德把它解说为 这个盘子的形状很像蝉蝉 蝉蝉就是赖河马 赖河马 然后是专门来取什么 取这个水用的一种水珠 把这个水珠放在这个盘子里面 对着月亮 水珠就能出水 其实浩雪想过那个是不是入水 入水经过一段时间都会有 可是既然说这些大幻师都有神通 可能还真的有一些 我们弄不清楚的一些的魔术在其中 但是我们修道人对这个没有兴趣 因为他不得究竟 神通敌不过业力 与其求神通不如求智慧通 神通一不小心 你还会误入歧途走入魔道 智慧只会叫我们步步高深 所以最好的通莫过于智慧通 所以此水为父从诸中出 那这个水大幻师求得的这些水 是从那个形状像赖蛤蟆的水珠里面出来呢 还是空中自有 唯从月来 还是从虚空里面出来的 还是从月亮里面出来 接着佛就反问阿难 若从月来 尚能远方令珠出水 所经灵物皆因土流阿 如果是水从月亮而来 那月亮能够从天上 然后直接照到地面上的这个水珠 让这个珠子出水 那月亮这一路在照射的过程里面 就跟那个火大一样啊 有那么多的淋木啊 那这些淋木也都应该会吐出水来啊 为什么偏偏只有那个水珠 才能够吐出水来呢 所以不流 明水飞从月降 眼前可见 周遭的淋木都完全完好如初 没有任何吐水的现象 所以由此可见 这些水 这个明水 就是说明这个水 不是从月亮而来 所以若从珠出 则此珠中常应流水 何代中消成白月昼 如果说那个像赖哈马的水珠 它能够自己出水 那就不需要仰仗其他的条件的配合 它自己本身能够出水 也不用等到半夜三更 还要等到十五的月满的时候 才能够游水出来呀 所以由此可见 水不从珠生 那若从空生 空性无边 水当无际 你如果说水是从虚空而来 虚空没有边际啊 虚空能够出水 那这个水就漫无边际啊 从人寄天 接同逃逆 从我们在地球上的人类 一直到天上而言 这个所有的空间都会出水 那我们都现在汪洋大海里面呢 那还有什么水居啊 陆居啊 水路两栖的这种动物的分别吗 就没有啊 我们全部都是水中的动物啦 这个叫做接同逃逆啊 我们被那些水给淹沥在当中了 云和富有水路空行啊 连空虚空也面也是一片汪洋大海 那还有什么水路空的这种差别呢 都没有了 那眼前我们明明就站在陆地上 然后空中有飞行的这些的情鸟 所以可见水不从空来啊 所以辱更地听 你再仔细去思维 月从天智 月光从天上有妙 慢慢的在那边移动 其实不是月光移动 月球是不动的 是那个云的一个飘动 给我们产生的一个错觉啊 月亮在天上 猪鹰手持 手上拿着这个水珠 成珠水盘本人辐射 把水珠放在那个盘子里面 然后将珠子对着月亮祈求 那水从何方流注于此 如果这个水不从月亮出 也不从珠出 水珠出 也不从虚空而来 那到底水从哪里而来 会流注在这个盘子里面呢 那如果你要说 它是因缘合合而有 那刚刚已经提过 谈到合气的合字 两个物质 它融合在一起 已经水乳交融分不开了 就像我刚刚取蓝色跟红色 这两个不同的颜料混在一起 它就变成紫色啊 你也不能称它为红色 或者是黑色了 它失掉它原来颜色的一个名称 那这个所谓合作的合 它的要求更严了 它的大小要一样啊 就像杯子 杯子上面有个盖子 盖子跟杯子的大小要刚好 才能够完好如初的密合在一起 这个叫合合 那不论是合作的合 或者是融合的合 那这个月跟珠那么遥远 根本没有办法合在一起 所以不应水经无从自有 如果不是因缘合合而有 那就应该像外道所讲的 本来就有自然生的吗 水经谈的就是那个月中里面的那些水啊 如上不知 如来藏中 信水真空 信空真水 清净本然 周边法界 如果你要说是合合生 那你不了解 真性如果是合合 合合的东西会有像啊 红色跟蓝色变成紫色 自信无像 请问你怎么会有像呢 对不对 如果说不合合 如果说不合合 真性就不能随缘起大用了 那么极一切法 离一切法的极一切法就叫做用 那好像又不成立了 那究竟事实的本意 依着第一异地而言 其实这个水大 它就是依着你的真如字体里面 本来就具足的一个德用 那水代表什么 道德经我们刚刚才研究 上半册完毕嘛 柔啊 弱水章不是谈吗 柔啊 慈悲啊 或者谦卑啊 活泼硬士啊 智者药水 这些都是水的一个特质 那如果受到染污呢 懦弱 骄傲 刚愎自用 也是水啊 所以随众身心 硬所之量 那水大 它显现的作用是什么 就攸关众生的根气了 智慧不同 那么就有 是否能够善用的一个 问题的存在 所以如果我们善用 天堂我们就飘飘在里面 享受 如果不善用呢 那就自我去成论 所以这个随众心心 就是告诉我们 如果我们不懂得 做自信的主人 我们会很容易 随着静的变化 我们随意的起心动念 任由自己做出了一些 伤害自己真如自信的 错误的行为 最后 环视自作自受 这一处植株 一处出水 这边是谈 不空的如来藏 不空就是谈得用 骗法戒之 骗法戒身 身满世间 宁有方锁 在迷味的众生 他随着染源 他就造作一些 不好的事情 献一些恶相出来 有学到的人 随着静缘 他就会有智慧的一个流露 也会有水的正面的效果的展现 比如我们讲 这个天界的人 看这个水面 把水当成流离境 恶到的众生 恶鬼到的众生 就把水当成是火 因为当他饥渴难耐 想要去拿水来引诱的时候 他的业力让他 水只要一靠近自己的嘴边 就完全变成了什么 变成火 会把它烧成一堆的焦炭 而我们人法界的众生 就把水当作是我们 饮用解渴的一个东西 所以你看不同的位置 在看待这个水的时候 各位前显 他的用法就有不同 他的想法也有不同 所以众生片满这个世间的时候 各位前显 他岂有一定的处所 行夜发现 世间无知 或为因缘及自然性 皆是世心分别嫉妒 但有言说都无实意 谈所谓的因缘 谈所谓的自然 都是人心的一个作用 说的侃侃而谈 终究是没有任何的意思 因为凡所有见到的 那个都是虚妄之相 所以我们如果了解水性空 水性空就是水是一体而起的一个用 你就能够成就二圣的空观 水性甲就成就菩萨慈悲水 也就是在不同的因缘配合之下 这个水可以拿来灌溉 也可以拿来饮用 也可以拿来洗涤 甚至还可以利用水去制造出一些的交通工具 方便我们行进 所以他不是一成不变的 你悟到什么程度 他就能够展现不同的妙用 所以引用到我们一般人的身上 这个水的特质 有所谓的阳水跟阴水 前面是静缘 灭一分无名 长一分智慧 就会出现活泼自然 随遇而安 然后这个人非常甜淡自如 然后懂得推功懒过 那如果遇到恶元 自己又没有能力判别 不能做自己的主人 他就鱼鲁 鱼鲁是很可怕的事情 因为鱼鲁让他不能够辨别是非 邪正真假 所以他就很容易坚持按照自己的意思去做 然后浴室呢 他会退缩 他没有胆子 烦恼又多 外向上看起来比较邋遢 然后自卑自弃 优柔寡断 没有独立性 做什么事情都要拖着别人 所以喜欢生闷气 因为这样个性的人 他做事成功的几率就不大 而且别人不乐于与他相处 久而久之 他就认为天下没有一个是他的之因人 所以遇到任何挫折的时候 他不会反求诸句 他会觉得外在的环境对他不公平 他就喜欢生闷气 一个喜欢生闷气的人 他的泌尿系统就容易出问题 所以阿难接着就进入到风大 风性五体动静不长 风性五体是谈什么 谈依这个真如第一异地而言 也就是真地而言 风自己本身没有独立的字体 那他的体是什么 就是依着如来葬心而有 那风的特色时而在动 动的时候我们感觉起风了 不动的时候有没有 我们就感觉不出风的一个存在 所以这个是谈 动静无常 谈的是随缘之用 所以辱常整一入于大众 你阿难常常跟随着我到各地去参与法会 于是你常常需要聚整一关进入到群众的场合当中 当你在走进来的时候 身家里脚动即旁人 则有为风伏笔人面 当你在前进的过程里面 你的一脚会带动着一些的风 这个风会吹到别人的一个脸上 他说此风为父出袈裟脚 那这个会吹浮到别人脸上的风 是从你袈裟里面出来的吗 发于虚空身比人面 还是从虚空吹过来的 还是从别人的脸上吹出来的 阿难 此风若附出袈裟脚 如乃披风 其衣飞扬 阴离如体 如果你说这个风 是从你阿难的袈裟一脚所散发出来 那你阿难穿的不是袈裟哦 你穿的是风哦 那既然有风在你袈裟之内 那你的那个袈裟就应该 不间断的是开始飞扬 因为风在你面吹动嘛 那飞起来的话 那袈裟根本就不能够覆盖在你的身体当中 它就离开你的身体了 那现在有没有 你看啊 我经说法会中垂一啊 我在法会上面跟你们在讲这些道理 你就看看我这个袈裟 那个风是藏在哪里呢 他既然用了锤衣就表示 里面没有风嘛 有风衣服就会飞扬 就不会下锤呀 他说你看风藏在哪里 不应衣中有藏风地 总不会说在这个衣服里面还有一个地方 专门是收纳那个风的地方吧 应该不会吧 这是反问他阿难 所以若身虚空 如果说这个风是从虚空而来 当你不行进 你的衣服下垂不动的时候 他为什么没有风 如果从虚空来 你动不动 都无关啊 应该是虚空当中 都应该有风在吹动啊 可是现在是你阿难在行进的过程的时候 才会透过你的袈裟 显出风的存在吗 所以显见的 他就不是从虚空出来的 所以如果从虚空出来 那当你没有感受到风在吹 袈裟不飞扬的时候 虚空就代表灭了 风从虚空来 现在风止了 就代表虚空也灭了 虚空存在的时候 就代表风也存在呀 可是灭风可见 灭空何状 风停止了 这样的状态 我们是很能够清楚明白 那这个虚空要把它灭掉 那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形呢 虚空当然不能灭的 所以若有生灭 不明虚空 虚空如果还由得你生你灭 它就不叫虚空啊 它名为虚空 云何风出 此外既然称它为虚空 空不能生啊 那怎么能够生出风来呢 可见风不从虚空而来 所以若风自身披浮之面 你说这个风 是从对方被我袈裟衣脚浮面的人的脸上所产生的 那从笔面生 常因服辱啊 那他脸上所生的风 也应该吹你阿难的脸呢 那为什么现在是吹你的衣呢 所以乳自整衣如何到服 此外 现在是你阿难整衣在行进的过程的时候 你衣脚浮到别人的脸上 才有风而来 是从你这边伸出去 而不是对方吹到你身上 那岂不是叫做道服吗 所以由此可见 风不是从对方的脸上吹过来的 所以乳审递官 整衣在乳 面属彼人 虚空极然 是你自己本身在整衣在行进 脸是对方那个人 虚空从来就是极然不动 不参流动 不参流动就是不曾流动过 那风自随方鼓动来此 那风到底从哪里而来 不从虚空 不从一 也不从对方的那个脸上而来 那风从哪里来 他说风空性格非何何有 风害虚空 一个动 风是动 动则有风 虚空不动 所以不动称之为敬 这两个东西的特质截然不同 不同他怎么能和和 就像水跟什么 跟木头跟石头 他不能和和一样 所以不应虚空与风和和而生 也不应说风是无音而生 所以你不能说虚空跟风和和而生 才有风 风跟空和和才会有风出来 不可以 因为两个人体性不同 也不会是说风是本来自然而有的 所以如晚不知 如来藏中 信风真空 信空真风 清净本然 周辩法界 所以你信中本来就有这种得用 那只是静善法 受善法的熏息 可以得到善用 静燃法 受染污的影响 那么就起恶用 如此而已 那风信也是依什么 依如来藏而起的 所以随众身心应所致量 这个风大本来有没有 它的作用无穷 如果真的是真如自信里面所起的用 它绝对没有恶用 因为老话一句叫做真如不起恶用 但是众生的根性有力顿之别 所以就会有善用以及恶用的一个差别 如果善用 就在人法界为富贵之人 或者做天人 乃至于出离六凡法界 进入四圣法界 这个叫做寻善业 寻敬业 那如果寻恶业呢 那当然就是堕落到这个底层三恶道里面 他说阿难 如辱一人 唯动服衣 有唯逢出望 当你阿难一个人 在行动的时候 有一个小风吹出来 骗法界服 满国土身 如果周骗法界的人 都做出相同的一个行为 那整个国土世界 就会有风 强烈的一个垂袭 所以周遍世界 明有方所 如果是因缘所生法 它有时间空间的一个局限呢 两者要合和才可以嘛 而且 大小形状还要一样嘛 所以由此可见 风大 不是因缘和合之物 也不是自然 本来就有的 寻业发现 寻众生造作的业力不同 它就有不同的一个 所谓的感果 一个作用 所以世间无知 或为因缘及自然性 皆是世心 分别嫉妒 但有言说 都无实意 所以你如果 执它为因缘所生法 那就是你对于第一异地 浑然不理解 那都是你的世心的分别 现象界里面 因缘法是相有的 但是体无啊 所以你谈因缘法 是没有实质的意义的 接着就跟各位前贤 做七大和五行的 一个资料的补充 因为这样子比较方便 我们去把三教经典 把它做一个对比 五行如果按佛经讲 它是地水火风 这叫做四大 我们讲的五行就是金木水火土 对不对 那这个地大就相当于土大 我们讲的金木水火土 中央物极土 地就没有离开土 风就等同于 我们讲的东方的那个木 卦象里面好像叫做炫木 但是风也可以做气 来做一个解释 那风呢 做气解的时候 它跟前经同德 前经是属在西方 我们在佛经里面 常常会提到 金刚波罗布罗尼 以金刚代表 这个真如自信 或者真如自信里面的妙智慧 而佛所住西的一个佛国净土 也在西方称之为佛土 所以从这些地方 我们去做一个整合 这个金就是代表 坚韧干净 就如同我们在讲 将来的弥勒净土 在三界聚毁的时候 弥勒净土闻风不动 因为他有弥勒佛的本愿护齿 所以不受水火风三灾的一个清洗 所以谈到这个风的时候 它是什么 它是位在五行的所谓的金 我们就可以从这个当中去了解 将来了解谈五行性的时候 各位清贤 就可以往这边去推敲一下 接着谈空性 空性无形因色显发 什么叫做空性 刚刚后学有提过 色法是有物质有直爱的东西 不被物质的东西 遮蔽的地方就叫做空 对不对 那这个空是没有形状的 因色显发 会随着那个空所在的地方 它现出不同的一个用 有不同的用 就会有不同的一个像 什么意思 如果在一个茶杯里面 中间虚空的空 那个空是小空 如果放在一个屋子里面做比较 各位前显 有的房子有十平 有五十平 有一百平 你以此去类推 这个空就有大小之别 这个叫做随色成而显 因色显发 就其实空有这样子分吗 没有 是因为外面有直爱的东西 它就会创造出一个虚空的 大小不同的一个像 还会有圆的 有方的 有不同形状 不同的容器 就会现不同形状的一个空出来 这叫因色显发 然后后面它就会举 视若乏城的人 居民不论贫富贵贱 当他要盖房子的时候 他要先去找井 找井才能取水 作为耳后的饮用 或者洗涤之用的 佛陀就用视罗乏城里面 居民的生活作息做一个介绍 他说如视罗乏城去何遥远 这个城不在岸边 不在河的岸边 离河岸有好远的一个距离 所以朱刹利种及波罗门 刹利波罗门 皮色守陀罗 这些都是印度的四种种性 尖普罗舵 詹陀罗等 心力安居 不论贫富贵贱 当他要盖房子的时候 他先要早井求水 那你要早井就要挖地面 地大是坚实的 本来没有虚空的存在 可是你往地下去挖 你出土一尺 鱼中则有一尺虚空 你挖一尺的面积的土出来 就会有一尺大小的虚空浮现出来 这叫做阴色显发 如是乃至出土一丈 中间还得一丈虚空 虚空深浅随出多少 虚空的大小就看你挖这个井 挖得有多深多大而定 因为你挖得越深 你的出土量就越大 越多 他说此空为当因土所出 挖井挖土的时候 土移开了虚空出来 这个虚空是从土出来的吗 因凿所有无因自身 还有就是 是因为你要挖土 你要去凿那个土 你有凿的动作才会有虚空 还是虚空本来就有的 他说阿难若负此空无因自身 如果虚空是本来就有的 则未找土钱何不无碍 到我们没有挖井 没有挖土之前 为什么地面上没有献出一个虚空呢 唯见大地窘无通达 没有人可以去穿过那个地面 是你挖它的时候有没有 出一尺土出一丈土出三丈土 就会献一尺一丈或者三丈的虚空吗 所以虚空不是从自然而有的 所以若因土出 则土出时应见空入 土出才虚空入 那你在以土出来的时候 应该会很明显的看到虚空进入啊 若土先出 无空入者 云和虚空因土而出 如果你把挖土挖出来 把土移出去 你没有看到虚空进入 那你就不能够说 虚空是因为挖土而有的 这就是Paul他的因缘和合之说嘛 他若无出入 则因空土 缘无异因 缘无异因的因是一啊 如果你说 这个不关于虚空的产生 跟这个挖不挖土 完全没有关系的 那就表示 这个空跟土 缘无异因 异因就是他们原本 无异 无异就是 同啊 他们原本两者 空跟土是合合在一起的 相互依微啊 那无异则同 则土出时空和不出 如果说空跟土两者 扁然是相依在一起的 那你挖土出去的时候 就应该把空也挖出去啦 那为什么把土挖出去了 反而会才看到虚空 没有挖土之前 你就看不到虚空呢 所以由此可见 土跟空两者不是一体的啊 是一体的就会 土出的时候 空也出去了 所以若因凿出 则凿出空 应非出土 如果因为我们手拿的凿子工具去凿 凿的时候就把虚空给凿出来 那你就应该在凿的过程 会出现虚空啊 怎么会出现土呢 你出现土才会把土移出去嘛 所以不应凿出 凿自出土 云合见空 凿的时候只有土出来 没有看见 空出来 所以虚空不从凿而出啊 那也不从凿而出 也不从这个所谓的两处本来相依而有 那辱更省地 地省地官 你就仔细看 凿从人手 人手上拿着工具去凿东西 随方运转 凿东凿西啊 对不对 凿成圆的 凿成方的 土因地移 当你凿的过程 有凿出一些土来 你把那个土给移出去了 所以 移土的原因我们是知道的 因为你凿土嘛 可是还是不知道 如是虚空 因何所出啊 那这个虚空到底从哪里来 凿只能出土 不能出空啊 虚空从哪里来 所以凿空虚实 凿是实 你看得到的 空是虚你看不到的 一个虚一个实 不相为用啊 怎么会合合在一起呢 所以不应虚空 无从自出 那这样一剖析 也不是合合的 那就是自然出来的吗 所以若此信口虚空 信源周辩 本不动摇 这个虚空啊 他是依着 真如自信 所起之用啊 而这个真如自信 遍一切处啊 所以当之现前 地水火风 空居民五大 信真原荣 皆如来藏 本无生灭 到这个时候 各位前贤 就谈到五大的时候 这些色空二法 空也是色法的一种 无色嘛 这两者有妙 其实都是依真如自信 所起的用 真如自信有三大 体大 相大 用大 体大就是片一切处 所以这地水火风空 依真如自信而起 体片一切处 五大 他也就片一切处啊 所以既是如来藏 本无生灭 各位前贤 这是谈体哦 你千万不要把体根用 合而为一啊 也用一定是有生灭的 所以阿难 入心昏迷啊 你不了解啊 不悟四大 缘如来藏啊 当官虚空 为出为入 为非出入啊 你阿难一直执着 过去我所讲的 因缘和合法 你不知道 那个因缘和合 只是一个相而已 四大都是依着 如来藏本体所起的一个 德用啊 跟和和不和和 毫不相干 你不能说他和和 因为真如自体 若是和和而有 就有生灭 你也不能说他不和和 因为不和和 就不能够随众身心 应所之量了 不能够随缘启用了 所以如果悟出五大自信 都是真如藏性 然后我们不便随缘 唤起自信做主 各位情贤 那一切作为 都是帮助我们 将来有能力飘飘在天堂 我们不用担心 会往下沉沦 所以今天这堂课 先跟各位情贤 分享到这里